所有人集合 有敌人 杀起来了 快快 快去一楼 带我去有敌人 二楼警令留十个人 保持警备 门外发生死兵 滴滴接触 注意安全 遇到任何抵抗 格杀乌乱 门外发生死兵 戴去 门外发生死兵 能死也死 警告暂时良好的装置 徐签测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华路那边的东西也就算了 至少我们还能派人去去 可是越南中海实验室就麻烦了 就算想去接高叔和Sky 在这种电磁强干扰的情况下 我们的飞机根本无法起飞啊 还有世界会议 在完全不能开会议的前提下 把艾口放出来实在太可怕了 这该死的电磁波 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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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呐 别别来个人好不好 我要憋死了 来个人陪我说出话嘛 寂寞会杀死猫的 来人呐 来人来人 我这给我本番话行不行 来人呐 东明 别闹了 我们是囚犯 没有人会在乎囚犯的感受 就算是囚犯 一定有个刑期吧 那天放不出去 至少有个话呀 出去 你觉得现在海城市会比这里安全吗 这 客户 我到现在还想不出 到底是谁把死灵变成了现实 而她又是怎么做到的 最有可能的人是叶英一 因为她是对死灵最了解的人 可她就是个游戏开发者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她怎么做到呀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 从理论上 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 理论上的可能性 对 不管操作时是怎么进行的 但理论依据确实存在 我们作为生命和游戏角色 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虽然我们存在于三次元 死灵的角色存在于二次元 但我们生命的组成方式非常类似 你 你的意思是 神创造了人类 创造了世界 按我们人类 也重复着神的意志 并可笑地运用了同样的方法 精英练的组合方式和游戏的编码程式 这也许就是一切谜团的起点 也是神和我们人类开的一个玩笑 沐沐 我给你看段视频 这是灵发给我的 哦 内容是什么 是美剧《CSI》里的一个片段 美剧 嗯 虽然只是娱乐性质的一个视频 但它传递的信息非常有意思 你自己看吧 好了 要不要吃碗面 不可能恋爱 给你 你的存款余额位 在影响中 被损了 你自己看了 你自己看了 有请 你自己看了 不可能恋爱 你的存款余额位 这个月脱脱的要泡面了吧 这只肥子跟亲小时候似的猫腾鹰是怎么回事 死肥鸟 让我把你做成烤鸟肉串吧 终极奥义 千年杀 终极奥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